1951年10月下旬 河北省委纪委调查组几名成员 秘密来到了天津地委机关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调查组先后找了几十名党员干部 个别谈话 调查刘青山 张子善的违纪行为 事实令调查组成员极为震惊 刘章二人仅个人贪污挥霍公款 就高达两亿勾元 生活极度腐化动漏 那么以革命功臣入主天津的刘章二人 为何在短短的两年之间 就退化为令人痛恨的腐败分子呢 天津地委曾经的办公地 天津市杨柳青十家大院 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反腐畅联的教育基地 在这里专门设有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展厅 这个展厅中一面是刘章各种层出不穷腐败方式的展示 另一面则是关于刘章二人革命生涯的介绍 看完这两面展览墙 许多人总会唏嘘感慨 这个展厅中 刘章展现出的是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个是腐败分子 一个是革命功臣 这种认识会令人产生一种错觉 他们还是同一个人吗 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这是电影《回民之队》的一个情景 当马本斋率领的回民之队被日寇包围 危在旦夕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时 一支八路军部队突然出现 打跑了鬼子 救了回民之队 贤为人知的是 临危救援马本斋的这支八路军 就是刘青山领导的部队 此时的刘青山 正担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 年仅25岁 但他已经是一名 有着十年革命生涯的老党员了 1931年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年纪15岁的故宫刘青山 就是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生性豪爽 第二年 刘青山跟随部队参加著名的高离暴动 因为寡不敌众暴动失败 在国民党展开追捕行动的过程中 刘青山与十八名红军战士一起被捕 真正屠杀是在李仙县城 这个扎刀摆开 把这个游击队员 叫红军战士吧 以为给他扎死 扎刀啊 扎死 场面非常惨烈 非常血腥 扎死了十八个人 第十九个就是刘青山 看着十八个战友在面前一一倒下 年仅十六岁的刘青山并不畏惧 甚至主动将头伸到扎刀下面 刘青山此举令负责 兼斩的东北军将领 白凤翔大为惊讶 白凤翔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 土匪出身 向来敬重勇士 更何况在他眼里 刘青山还是个乳秀未干的娃娃 于是白凤翔随即将刘青山 从刀口中救出 打算留在身边调遣 谁料仅仅几天之后 刚刚刀口脱险的刘青山 便趁机逃走 重返革命队伍 张子善也有着不同寻常的革命经历 当刘青山成为共产党员的 第三年 1933年张子善秘密加入党组织 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1934年因叛徒出卖 张子善被捕入狱 打脚水啊 压杠子啊 这都不用说了 老虎蹬什么的 十个手指头 指甲都被钉过竹签 就像那个红颜里边写的 江姐那个一样 钉过竹签 他的手指头啊 商与之后啊 这十个指甲腕全都是黑的 黑的 到死 这个指甲腕都是黑的 都没退 张子善是学生出身 曾读过乡村检疫师范 在张子善入学的第二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 张子善代理同学上街游行 宣传抗日救国 1934年被捕后 张子善在狱中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这个穷学生 为什么被被穷 有了共产党 前途才光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监狱中的犯人趁机暴乱 饱受折磨的张子善 把握机会成功越狱 几经周折 终于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19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 1949年8月天津专区成立 刘青山任河北省天津专区地位书局 张子善则被任命为天津专区行属专员 这一年刘青山33岁 张子善35岁 1950年秋天 就在担任天津地位书记 刚刚一年之后 刘青山就向组织上提出 要到天津养兵 战争年代 刘青山曾先后两次负伤 蛋片遗留下了创伤 从前在艰苦的环境中很难察觉 但休养生息之后 这种疼痛就开始凸显出来 一到天凉 伤口就会隐隐作痛 鉴于刘青山的身体情况 河北省委批准了他的请求 刘青山因此举家从石家大院搬到了市区 马场道18号院 1950年秋风萧瑟的天津卫繁华依旧 黄金路段 马场道的这栋二层小楼内 庄点一新迎来了他的新主人 刘书记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您觉得这里布置得太豪华 太奢侈了是不是 你怎么看 您说这房子该给什么人住 给劳动人民住好是好 可这样的房子太少住不下 把从这撵出去的官僚资本家请回来 人民不答应 1951年10月下旬 河北省委纪委调查组几名成员 秘密来到了天津地委机关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调查组先后找了几十名党员干部 个别谈话 调查刘情山 张子善的违纪行为 事实令调查组成员极为震惊 刘章二人仅个人贪污挥霍公款 就高达两亿多元 生活极度腐化动物 那么以革命功臣入主天津的刘章二人 为何在短短的两年之间 就退化为令人痛恨的腐败分子呢 久经考验的革命者 入城后为何快速堕落 滑向腐败的深渊 成为千夫所指的人民公敌 潘多拉的摩合打开后 刘章如何重演 渔夫与金鱼的预言故事 在影片《新中国第一大案》中 形象地描绘了刘青山入主豪宅时的心理背景 天津东临渤海北一燕山 1860年天津一鸦片战争被迫开布 因此租借割据洋房林立 成为当时北方最为开放的商业城市 尽管遭遇战火摧残 但依旧难掩繁华 刘青山居住的马场道 就曾隶属于英国租界 旧时是官僚买办 富商大亨的聚集之地 得知天津专区行政长官刘青山入住之后 这些人是纷纷造访的 那些慈善阶级的太太小姐 老爷爷 少爷们 还主动了巴结你 哎呀 你看 刘书记 当专员 隔壁的大功臣 来了来 投黑院 来了来 请坐 来了来 喝杯酒 这是长话吧 你马上就飘飘来了 你看慈善阶级的太太小姐们 养了一个跟她吸水白肉的 说话家的 那个 教成教气的 那一直不好 人马上就回身输了半斤 是吧 那真是杀伤力是很强的 杀伤力很强的 可以这么说 刘书记 您就这么简朴 这也太苦自己了 这是我们刘书记全家 一个月的肉钱的 真受刺激 也长了见识了 一捉习就是百十来万 影片细致刻画了 刚刚入城的刘青山 张子善 在面对所谓 上流社会生活方式时 所产生的心理落差 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 成长在艰苦革命环境的 革命者而言 城市的奢命生活 毫无疑问是一剂毒药 这些毒药 让这些革命者的内心 起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 实际上是农民出生居多数 所以那种小农思想呢 在革命队伍里面 得到感召的小农思想 又会出来 他们就认为呢 那农民起义军 往往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就是说贪图享受 这个奢侈 生活过一些 他就觉得我该享受了 那么而且呢 他面对着那么多的钱财 他就无法克制 他的那种私欲的膨胀 刘青山后来常说的 一句口头禅食 老子辛苦革命了大半辈子 享受享受 有什么不可以 刘青山的这句话 道出了刘张 二人蜕变的心理背景 对于蜕变的原因 张子善后来曾经 这样总结自己 个人缺乏警惕 特别靠近了大城市 城市的铺张 大方 阔气 以及资产阶级的 豪华享受的影响 使自己失掉了 操守自持的毅力 在革命战争时期 我党对公职人员 一直实行供给制 这种方式延续到了 建国之初 供给制是一种 低薪养帘的模式 它是在国家财政 困难的情况下 只保障公职人员 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这是毛泽东 在红军时代 就倡导的模式 在革命年代 和物资匮乏条件下 它的确起到了 预防腐败的作用 但是当处于 和平建设时期 公职人员相对较低的 生活水准 与城市里所谓的 上层社会的高消费 形成反差 这种反差 带来的心理落差感 成为干部腐败的心理背景 而当刘青山 张子善的心理防线 被突破之后 他们是如何快速滑向 腐败深渊的呢 天津南市 曾经是天津最为繁华的地段 南市当时在天津的名气 不在马场道之下 在旧社会 这里是出了名的三不管 杂八地 商骨贪贩云集 酒楼祭馆林立 这里是恶霸流氓的聚集场所 更不乏赌场 锦院 烟馆 盗窝 虽然解放后 南市的面貌得到了改观 但旧社会的污垢 却还没有彻底扫除干净 刘青山在生活上的腐败 就是从这里开始 据说 当年的刘青山 常常开车到这里 名为微服私房 实则来这儿洗澡 看戏 那种人叫道堂的 叫玉池 玉池也不是政道人的地方 政道人去的地方 那门口的话 当时都有一个派子 干部禁止入内 西院 干部禁止入内 都有中国大派子 越是不让去那地方 他越去 咱们革命了 咱们革命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 咱们革命不是为了过穷日子 天下老子打下来 老子现在说天下来 不是过去被通缉的 被追捕的 免得到处乱窜的 现在我在机场可以横着狗 地盘是我的了 我是书记啊 这多少个县市都听我的 我是专员的 这多少个县市都是我签字才能办 这全也打了 欲望就是潘多拉的盒子 一经打开便无法收回 自从班达马场到十八号院之后 刘青山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位前来探望刘青山的老战友发现 他变了 毛泥的衣服 正亮的皮鞋 钢丝床 大衣柜 沙发 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 那个原本穿着粗布军装 布鞋 满眼香吐气的刘青山 再也看不见 已经93岁的李冰 是这段历史少有的见证人 五十年代 他曾在地位机关十家大院 与刘青山 张子善一起共事 李冰说 当年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变化 他们其实早就发现 为此 他的老伴 身为刑属副专员的李克才 曾专门找到刘青山 规劝其注意 但却遭到刘青山的当年军事 对于刘青山二人的腐化 十家大院的工作人员 也是敢怒不敢言 党内民主成了一句空话 刘青山 张子善的权利 未必有现在地位书记 和市长权利的 我说这个你就明白了 那不是一个历史的 当时的局部的展示的现象 那是个因息已久 到现在都存在的问题 在案发后 张子善详细交代了 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 他按资产阶级样子布置房间 油板床不用 买新弹簧床 办公桌 新挂钟 三个沙发 四个转椅 一个新腾椅 耗费四五千斤小米 行动必坐车 坐车必坐软席 以求得舒服享受 权利导致腐败 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 英国政治思想家 阿克顿勋爵 一百多年前 就说出了这句真言 直到今天 依旧令人震聋发聩 刘章二人案发时 新生共和国的制度体系 尚未建立 人士与财政权力 几乎掌握在 这两位领导手中 这种权利结构 使得刘章很快 形成了利益联盟 这种利益联盟 在天津地位 几乎没人可以挑战 而正是这种 不受制约的权利 将刘章二人 彻底推向了 腐败的深渊 秦新山一度享受生活 还一度搬到了 这座小洋楼当中 这座小洋楼 走了在天津市 马场到18号上 到达小洋楼 就开始天堂会 来宴席 搞谱话 讲奢侈 还染上了吸毒的痕迹 而凡乎的士女和才 亲自到达这里 向了汇报工作 经验目睹 刘青山在吸大烟 多年以来 关于刘青山 吸食毒品的说法 成为其生活腐败的 重要罪证 在1951年12月30号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这样写道 刘青山竟堕落到 吸食毒品 借口有病 长期休养 经医生检查无病 石系犯了白面瘾 对于以上的报道 刘青山的儿子刘铁奇 有着不一样的说法 当时我父亲是十二之肠溃疡 我都有印象 有疼的时候 大汗淋漓的 在床上打滚 天津地委公安处的处长 给了我父亲 火柴盒那么大的一块烟土 交给了我父亲的警卫员 说等他再疼的时候 你掐一块 让河口水咽下去 起个麻醉止疼的作用 关于刘青山吸食毒品的原因 一种说法是 在革命年代 因受伤和生活艰苦 而导致病痛 为了止痛 而吸食鸦片 久而久之 形成一种习惯 另一种说法 是由于长期在白区工作 刘青山染上了一些恶习 其中就包括吸食毒品 尽管说法不同 但是刘青山吸食毒品的事实 却是无可置疑的 鸦片它有时候 它有时候指成体神 是吧 这个我觉得 如果在在政年代 由于工作了 不足取 但是也别太为怪 是吧 但是你 第一你不要撑瘾嘛 你偶尔是吧 你撑瘾就不行了 而且你待到解放以后 待到一个林德盖姆身上 就更不应该了 哎呀开了开会 开完戏了 喊起来个天 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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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看说 你先散会咱们休息十分钟 他快洗脑口 待着一会儿精神了 开会 这个就开始了 他有这个猫的 1992年 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上映 这部影片中 有着大量的关于刘章二人的腐败细节 电影中的这部汽车 就是刘青山 张子善后来重要的腐败证据 这是1950年 刘青山动用三万六千元的资金 从香港进口而来的 而相比刘青山 张子善丝毫不逊色 他动用地方两款九亿元 派专人先后三次去香港 广州 为天津地委和行属机关再次购入五辆汽车 张子善事后交代 他每个月消费的高级香烟就有八到十条 衣食都要讲究阔气 而当时的十家大院都知道 刘青山讲求生活品质和标准 讲求排场 高级和精美 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套生活哲学 住着豪华的小洋楼 穿着促心的高档服装 乘坐豪华小汽车 出入酒楼舞厅 刘青或许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人生已经逐渐偏离了方向 这对曾经的革命者 早已放弃了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陷入了对奢华享乐的追逐 在短短两年中 刘青山个人贪污挥霍1.8亿元 张子善个人贪污挥霍1.9亿元 两人亲手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这样面对着贪婪的人性 及骄纵的权利 历经革命洗礼的刘青山和张子善 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迹 他们放弃了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陷入了对奢华享乐的追逐 抽名牌香烟 穿高档服装 出入干部命令禁止的澡堂桑拿 甚至购买昂贵的小汽车 在短短两年中 刘青山个人贪污挥霍1.8亿元 张子善个人贪污挥霍1.9亿元 两人亲手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两个人都是红小鬼出身 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参加革命 一路经历枪林弹雨 出生入死近20年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 建国后的短短两年时间里 刘青山张子善快速腐化 大肆贪污挥霍公款 其贪腐数额之大 令人触目惊心